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有火腿一块 面粉 黄酒 莲子 白糖 发酵粉 泡打粉 第一步的话 我这个火腿呢 先把它开入 给它蒸 先蒸的时候呢 就是放一个酒给它泼一点 浇一浇 我以为这把酒都得用上了 没有 这还在后面呢 而且就是这么两小勺就够了 对 这个蒸的时候呢 它关键是就要蒸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是小火还是大火呀 大火蒸一半小时 大火蒸的目的呢 它这个油给它蒸出来 如何将腌制的火腿做得香嫩不咸 甜而不腻呢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火腿的处理了 朱师傅将会用到一个二去一入的法则 刚刚把火腿大火蒸一个半小时 就是二去一入的一去 去除油分 一个半小时蒸了之后 它就去油 很多人看我们这个汤汁里面有很多这个油 那这个汤汁是不是就不用了 汤汁等会儿我再备用 现在的我就不说了 能够告诉你 对 我也是觉得不应该扔 但是这要怎么用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还给我卖一个关子是吗 对 一去去除了油分 下一步该是二去了 去除什么呢 二去去把那个咸的给它去除 那该有用的什么样的办法 就是用这个加这个清水 清水加到里面 清水加进去 加水呢 给它最好了这样 多一点 最好了 对 然后呢 又要蒸 又要蒸啊 对 那这一回还是蒸一个半小时吗 一个小时 也是大火 它也是大火 火腿蒸一个小时之后 要取出必去油分 然后加清水再蒸一个小时 朱师傅说了 如果想缩短时间 可以用煮的方法 把火腿用水煮一个小时 把油分和咸味都去掉 但是为了口感更好呢 建议您还是采用蒸的方法 好 那么两去之后 现在该移入 该入味了 那么在入味之前呢 朱师傅说还是要用刀来 就是用刀来给它一块一块 给它取好 咱们现在切的这个片 好像也不需要太薄 是吧 不需要太薄 要有相当的一定的厚度 对对对对 那么在一会儿入味的时候 这也是为入味做准备 对 只要我们给它去 放好 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体漂亮 这个放好 然后呢就加这个黄酒呢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是一斤火方 加半斤黄酒 半斤糖 稍微的代价呢 半斤肥 那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这个肉和调料的比例呢 是二比一 比一 比一 对对 那么现在可以再上锅蒸是吗 第二就上锅蒸了 再蒸 嗯 再蒸一个小时 应该说这道菜基本上完成了三分之二了 嗯对 嗯 那么接下来呢三分之一 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可以再做些什么呢 现在的话我要这个揉这个面 揉面 嗯 这是一斤面粉 加呢就是花小粉 五克 五克 嗯 然后呢就来加黄糖粉 也是五克 还有一个就是加这个白糖呢 也是五克 十五克 十五克 嗯 好了先呢给它擦擦匀 然后用温水 温水 用温水 这个朱师傅和面的时候也能够见到功底 随便的就这么揉几把 倒这么一点水它就合适了 它根本它这个面粉呢 一般呢就跟这个北方的多饺子 就这么变得差 螺旗的都远了 差不过 哦 好 给它醒了 最起码的一个小时 最起码的 我现在呢 我觉得是我用快速的时候就醒了 朱师傅说的快速醒面的方法就是 蒸锅上大气后关火 把面团放入 只需醒发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来做这个荷叶饼是吗 对 就是这个饼呢做好以后 它就像贝壳一样 像贝壳一样的 对我平常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这个荷叶饼 就是像这个贝壳一样 那今天朱师傅就告诉我们这个贝壳的饼怎么做 我也很想去看一下 好像感觉一个长形的 对 长形的饼 然后呢 我有一个模具 这个模具能买到吗 有 面片的模型做出来了 然后在表面上切上纹路 再在中间一捏一对折 这形似贝壳的荷叶饼就做好了 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要给它弄这个花纹是吧 对 花纹给它弄成 对 然后就捏是吧 然后这个当中捏捏 捏 捏 然后再搅过去 然后给它装过来 一个贝壳型的 做得很好 不比朱师傅的差吧 很好 我是短期内出厨 就跟您这个发这个面一样 对 那么做好了这个荷叶饼呢 就要放到这个笼器里面 开始蒸了 来 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快活是吧 对 我们看现在呢 已经把蒸好的这个火方呢 已经放在了盘子里 那么最后 朱师傅就要给我们花龙剪心 来剪最后的这个 接最后一道 腻了 就是把我们刚才就是最早 蒸出来的火腿的这个汁 有汤汁 汤汁 有油带油的这个 现在就是我要开始 就是调这个汁 将我们一去油分时 蒸出的汁倒入锅中 加入三勺白糖和少许黄酒 给我们的秘制火方 最后调制一个糖汁 我昨天用两个字来形容 做什么 就是辉煌 现在开始特别辉煌的感觉 错了 差了 而且这个颜色是金黄 金黄里面带着红色 而且这个香味肆意把火关了 然后就这样就加上去 马上这个火腿 香味就来了 精精亮 而且这个香味真的是香味肆意 最后我们加入蒸熟的莲子和切好的黄桃片马盘 这色香味里的秘制火方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的吃法 就是这样吃的 那这样再吃 直接加入 就可以吃了 太好吃了 来 我们赶紧请我们的美食计定团 你请他们来 来做一下 这是一道煮副食的菜肴 我们现在呢 从健康角度 希望大家呢 多吃一点主食 以前吧 我们吃那个火腿的手 老觉得太咸了 都不敢尝试 也不敢食用 但是知道什么 金黄火腿 和那个纤维火腿都挺好 以后吧 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经常用了 看看这道 秘制火方 能得到几个大拇指吧 好的 谢谢 谢谢 也感谢朱师傅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 到这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又跟西部队出来 进行表演了 和示范了 那么西部队呢 明天是由王小蕾带队啊 他会请出一位西部的名厨 明天他们带来这道菜呢 叫老贵羊辣子鸡 说实在我也爱吃辣 朱师傅 咱明天一块 跟他们尝尝怎么样 看看他们西部队 究竟能不能 带过来东部队 好 明天见